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邦尼除了那個香奈兒項鍊之外 今天都不錯 你戴了三件都還可以 那豆哥兩件又有點 也不可能吧 其實我當然不可能只戴兩件 其實還是有戴一件 還有是不是 強的 強的在後面這邊 因為我一直沒有看到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把這種雞都在後面 我這一件是我今天帶來最值錢的吧 來 趕快上寶物來 我確定豆哥真的是把最厲害的東西 你們在後面 沒有 因為就是前面 稍微跟你們客氣一下 你們就當真了 我還是有戴一件 我覺得不錯的東西 其中一件 庫伯利克熊耶 對 這樣這樣子 因為庫伯利克熊 是我從以前就一直在收 而且其實我收的 是因為我以前住東區的時候 家真的很小 就是那種九坪的房子 然後兩層樓 就是樓中樓那種 然後所以我以前收的熊 是一百趴的 它這個是一千趴的大小 然後一百趴 就是大概就這麼小而已 它一百趴 然後四百趴 對 然後一千趴 那我以前都只能收一百趴 那一百趴非常多隻 一百趴每一代 從第一代到現在 每一隻都有 就是我是 因為它每一 它一百趴我覺得 我覺得精采的地方 是它這種抽選 就是每一隻出的機率不一樣 那它有一九二分之一 一九二就是一百九十二隻裡面 你可能只有一隻是那個東西 我常在玩具店遇到 納豆哥 對 真的喔 那我是因為我跟玩具店 已經有生活的情誼了 所以我都可以跟他們說 你每一代出來都幫我湊成一整套 完整的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買那一套 是 那玩具店要為了這件事情 要幫你做很多事情 他要把那些全部都打開來 然後他其他就變成丹麥 而且大家知道圖案了這樣 是 所以我就一直很感謝 就是玩具店這樣子 給我每一代 然後可是後來現在 因為房子稍微大一點點的 對 然後我就開始有在收成一千趴 那這一支是我 去年的生日禮物 就是我一個 我最好的兄弟送我的 然後知道我喜歡這個 然後我本來都不敢進入一千趴的世界 是 就是我保持在一百趴小小隻的這樣就好 對 那開始有人送我一千趴之後 我會覺得 但我家裡面可以開始放一千趴 就開始 陸陸續續說 家就大概七 八隻這樣子大隻 已經有這麼多了喔 對 就不一樣 因為這個就是直接去買 這個就不是說用抽的這樣子 對 而且房子是越來越大對不對 因為一千趴的 一千趴很大嘛 你就擺十隻的話 可能就 可能要三平大概 三平看 你自己想你前面電視櫃擺個幾隻 你就差不多家裡面要買 對啊 而且它還要繼續收 你知道這有多可怕嗎 而且那個玩具店喔 為了它把所有的東西拆開 然後每一個準備湊起來 對 這個價格不知道怎麼算 庫伯利哥熊其實在幾年前 就是他以前剛出來的時候 很熱門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中間有一段 好像有一點點沉疾 就是就沒什麼在討論 然後近幾年可能是因為 大陸市場的需求 所以還是什麼 就是它突然又變得很貴 就是我們一直有起來 就是我們自己就三不五十買 會突然覺得 怎麼最近熊變這麼貴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它又是博爾加 那博爾加系列 其實如果它有其他的顏色的話 什麼金色銀色 那個就更貴 那真的是夜光 夜光 對 它這整個是綠色 它是夜光的 導播幫我們關一個燈好不好 我來看看 如果關燈之後 我在現場看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但是現場看的確 對 它其實是很 那只是我們現場 還是有一些間接的光源 其他的光 是 不然我們全部 沒有辦法上鏡頭 對 因為我們 我知道我家關 關掉客廳的燈 它整隻在那邊發光 不錯 還可以當小夜燈 你看看 對 就是有時候 起來尿尿尿尿小星 又被嚇到 所以像這樣一隻 大概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這隻在當時 因為他當時買 大概是兩萬多塊錢 兩萬多 但是我只好奇 它現在會變成多少錢 是 對啊 因為又 時間又過去了嘛 對不對 一年的時間又過去 然後又是好兄弟送的 當然今天也要來 建個家了 好不好 小老闆 這可以建對不對 這個其實 庫巴黎熊 庫巴黎熊 它是一個提供給商業 去做開展用 所以它本身是光束的 什麼也沒有 它跟一般的公仔 不一樣的是 公仔一般就是 創造者去繪畫的 可是它這個是 跟廠商配合 你比如說我個人喜歡 你可以用 把你的臉貼在上面 但是你要繳錢的 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創新的商業模式 這個人就是 MEDICOM這個玩具公司的老闆 他原本只是 日本是一個上班族 結果他有一天覺得說 我這樣上班賺不到什麼錢 他就去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削海了 因為現在是什麼 都會跟他們聯名 所以基本上大牌子 都有跟他們聯名 然後像 這陣子比較紅的 就是羅浮宮 所以他可能會有 蒙娜麗莎的臉 然後很多個 然後就是他 就是我覺得他們 這個商業模式非常成功 這個商業模式很創新 然後有很多的 像童心未敏的人 像納豆 就大人玩的玩具 他就是一個童心未敏的人 是 請老闆 現在這個 這種很貴 因為他們現在都跟一些 潮流藝術家 還有一些現在藝術家 品牌結合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是 很多 我們講 潮流藝術的 指標商品 對 都上過一些 那個所謂的 舒服品牌都有出現 藝術品牌賣 我上次去看一個展覽 有一個作者 他做的這個公仔 很漂亮 結果我問他的價格以後 當場雙漆落地 嚇壞了 那麼這個人就在現場 做他的玩具 他的公仔 公仔玩具 因為他做得很漂亮 對 那我就問一下多少錢 對啊 那我的耳朵 跟我的大腦 就有點矛盾 是 嚇到 是 但是後來我才知道說 其實做這個真的很難 不容易 第一 創意 是沒有辦法 沒有價格的 是 第二呢 他的製作也是非常難 對 像這個我們看起來 好像大概沒什麼 可是你要看到 他的整體比例 對不對 這個比例他不能變 對不對 可以講說是黃金比例 然後讓一些 很有同心的人 一看著就愛上他 是 終身都是他的 死忠粉絲 對 都OK 對 因為有一些就是 就是很多名人也很喜歡 像什麼 羅志祥 我也有說什麼 陳冠希 就是很多 然後是國外 其實也很多人在收集 國安具店還運過小馬 小馬也買過這個 對 他家的角落都是 他 他還自己買來塗 過得很好 所以你看看 的確是有價值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庫國立民的雄 到底多少錢 請見價 七萬元 這大賺耶 這東西真的是會賺錢的 不是 才一年而已耶 是不是 不是因為是 居住是他吧 不是 真的 問題 是因為他這些東西 都要有一點緣分 不是說你花錢 人家就給你寄來 沒這回事 對 你得要在同一個 適當的時間 適當的地點 跟適當的人買 因為這種假的很多 對 很多假 假的很多 因為這個製作 不是很難 不是很難 所以我們這要恭喜 這個 兩位 對 還有重點 納豆的新節目 我們兩個的新節目 跟芳妮的新節目 是 十月底 好 保密桌的 我這麼可愛 我這麼可愛 一定有 還有很多很多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真的 錄到現在 還有裡面很多很香的 也有很香艷的故事 對 就鎖定我這麼可愛 謝謝芳妮 謝謝納豆 也恭喜你們 新節目一定收視長好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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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